农村小哥剪石头 外表的话这边很白 然后这边它还带了一些黄色的皮壳 这个石头之前是我敲下来的嘛 它这里以前有大裂 所以敲开的话 它这些是那些裂缝 所以它有一些白 打灯有透光啊 然后这边也是有透光 这里有一个口是之前敲开的 我们放一点水啊 可以看到里面有一点颜色 然后这头也是 从外表来看 它也是没有什么裂了 因为之前敲的时候 都已经往有裂的地方分离开了 等一下给它切一刀 看一下里面的肉质 刚切了一刀下来 主要是看一下里面的颜色 还有浴化度 所以就直接切一刀就得了 好 我们现在来打开啊 来那位刚才一刀下去 没吃了一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的话 有很多比较细小的玛瑙纹啊 然后这个肉质看起来 有点冰透的感觉啊 可以看到里面的花纹 这个地方 还是有一道猎碗这里过来 近距离可以看到 它里面的肉质啊 就好像那些组织一样啊 草花玛瑙石 主要就是看里面的花纹 它里面的颜色啊 非常丰富啊 五颜六色的 白色 红色 橙色 灰色 然后还有这个粉红色 黄色 打灯 这个透光很大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 农村小哥剪石头 感谢收看小哥的视频